嗨 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海洋老师 来 我们今天要做什么呢 今天要教大家怎么吃粽子 粽子有分很多种类 有北部粽 有南部粽 南部粽是用煮的 北部粽是用蒸的 也有人说树粽 树粽就不放肉的 但是呢 你要怎么样在端午节的时候呢 过一个好日子呢 好节庆呢 其实端午节的吃的东西很重要 除了我们要防疫以外呢 这些都是在端午节适合吃的食物 好 那你看看我为什么摆茶具呢 你知道吃粽子是很油腻的哦 如果你的粽子是外面买的 恐怕里面呢 有放了什么很多油 我们都不知道 对不对 所以呢 吃完粽子以后呢 可以喝什么 可以喝绿茶 绿茶呢 是可以清敞到的 可以让我们的健康更好的 所以呢 绿茶非常重要 那基本上来讲的话 我们在过这个端午节的时候呢 很多人都会买水果啊 对不对 好 多人觉得水果什么样最应景 现在就是看起来呢 这些水果都是最好的 好 那你如果没有喝绿茶 你可以喝柠檬水 你看我这边有柠檬哦 把它洗干净切片 整个连皮放进去 用温开水最好 我告诉你 这个呢 柠檬水呢 不一定要用冷水哦 用温开水最好 像我喜欢加温开水 那这些水果呢 都很适合我们在这段期间 防疫期间吃的水果 那另外的话呢 来 今天呢 要跟大家讲 如果说这是鱼无饭哦 这不是 这个是鱼无饭 那鱼无饭的话是因为糯米做的 那当然我们的这个也是糯米做的 通常呢 种植都是糯米做的 那你就不要吃太多 你看这里面有香菇 嗯 肉汁要包不能太咸 吃太咸不太好 那里面呢 你要放什么东西都可以 我是比较不建议放太多肉 我是建议大家不要吃牛肉 我现在吃的越来越素 好 那你要吃粽子的时候呢 你可以用蒸的 放在电锅里面蒸 那这个粽子打开呢 我们就可以吃了 那我今天就不示范给大家看 因为我们在过节这段期间呢 中午节嘛 好 我先讲香蕉 这个呢 对女孩子都最好 男人也很好 它可以造学 可以抗氧化 苹果 还有一个苹果 我今天没有买苹果对不起 那八乐 这些呢 都是十大好食物的水果之一 你看我这边有123455种 那你可以再加苹果 好不好 那你说那我要吃木瓜 偶尔吃可以 那这些最好 你每天最好都有轮流吃 好吧 轮流吃 那茶的话呢 茶有茶的数 那很多人说喝高粮也可以 没有关系 你只要不开车的时候 喝高粮也好 喝威士忌也好 或者呢 你要喝SO 都可以 都随便你 但是呢 我还是推荐红酒 因为红酒基本上呢 比较 它不会那么高的酒精含量 喝起来呢 比较有点感觉 那基本上呢 我觉得呢 我们过节的时候呢 千千万万要注意 好 端午节呢 今年的端午节5月5号 刚好呢 在农历的 刚好跨月 到农历五月 那五月呢 通常有五黄煞 这个月 农历五月是五黄煞 就是丙五月 那丙五月的话 我们要怎么样来化煞呢 第一个呢 客厅要整理干净 现在就开始要整理 看到我节目就要开始整理了 好 客厅里面呢 尽量不会有黄色的东西 比如说沙发垫啊 靠垫啊 铺毯啊 都不要 地毯啊 尽量不要用黄色的 因为连针俗火 黄色对自己的家运不好 所以客厅里面呢 那黄光也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黄光倒没有关系 那如果说你的家运要好的话呢 当然第一个 通风要好 因为通风好呢 比较不容易有细菌 那个coordinating的细菌啊 或者是其他的菌类 到我们的房子里面来 所以要开风扇或开冷气 然后窗户最好就打开 窗户最好打开 一天最好开两个小时 我现在没有开窗户 因为外面风声很大 那我这边有窗 这个落地窗 那这边呢 后面是窗户 所以呢 我们在家里面的时候 尽量把窗户打开 这个在冬午节之前 就要开始做好准备咯 好 那第二个呢 如果你想要招财的话呢 有很多方法 好 怎么样招财呢 我会另外做节目给大家 但是我现在先跟你讲 你要准备哪几样东西 第一个呢 要准备个红包袋 准备899块的铜板 或者呢 899块都可以 999块都可以 两种都可以 899或者999 就是说 我们呢 只要准备899块 那红包袋上面要写上你的名字啊 生辰八字啊 中间呢 要写上呢 2022年呢 任寅年 任寅年 这个呢 化五皇上 招财望运 写 化五皇上 招财望运 好 招财望运最重要 我们要招政财跟偏财 那这个红包袋呢 你 右下角可以写什么 写上你的地址 公司地址 家里地址 那公司要放在哪里呢 公司要放在你的抽屉里面 好 正中央也可以 正中央的抽屉 没有的话呢 尽量放在左边 左边是为隆边 好不好 我们尽量放左手边 左手边如果抽屉的话 就尽量放在左边 那把它卷起来 卷起来不要用掉啊 这个999块或899块 899不要用 那我们下半年呢 可以发财899 那如果放在房子里面的话呢 放哪里 你说那我放客厅可以吗 你有没有聚宝盆 如果有聚宝盆就放在聚宝盆里面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就可以放在床枕头下面 好 那你说那我单身一个就好 你如果是单身一个 如果是夫妻的话可以放两个 老公放899 你也放899 那你要放999 当然也可以啦 但是899会更好 我们希望今年呢 整年度都能可以发财899 所以用899块就好 好 那个纸钞呢 尽量要用喷一喷 如果你是用纸钞的话 比如说500加300 对不对 就800嘛 99块呢 你可以放50块的 跟10块钱的 跟1块钱的 跟5块钱的 但是希望你将那些钱洗干净 因为我们要睡觉嘛 对不对 所以呢 因为钱很多人接触嘛 那所以呢 希望呢 如果能够到银行 放一些薪钞 那就更好了 但是呢 还是希望你稍微用酒精喷一下 然后那些铜板呢 洗干净 用阴阳水洗 好不好 阴阳水来洗 洗干净以后呢 再放在红包袋里面 好 那另外的话呢 我们要晒太阳 那一天一定要晒太阳 像阳光 普照 对不对 现在有傍晚的时间 我现在录节目是傍晚的时间 你没有觉得我满身在冒汗呢 你知道 因为有热 有那种感觉到热度 所以满身在冒汗 那另外的话呢 我希望大家呢 除了这一天以外呢 还要吃蛋 不管你吃什么蛋都好 利蛋 我们那中午的时候呢 要吃蛋 吃一颗蛋 鸡生蛋 蛋生鸡 让你生生不息 招大财 好不好 吃蛋呢 就可以蛋白质更好 对不对 所以这一天呢 我们要吃一颗蛋喔 最少 两颗蛋更好了 双柴 好 正柴偏柴一起来 如果你吃两颗蛋 好 早上吃可以吗 当然可以了 端午节的这一天 你就要先吃两颗白醋蛋 或者两颗茶叶蛋 甚至呢 两颗什么蛋都可以 你喜欢吃什么蛋呢 鸽子蛋也可以 但不会小一点 那我建议吃鸡蛋 那再来的话呢 端午节这一天 我们还要做些什么呢 我们要喝阴阳水以外呢 好 阴阳水撒进家里面 冷水加热水 放一点盐巴 从家里面呢 往外撒出去 不能从你外面撒进来 你就这样喷一喷就好了 客厅喷一喷 那个阴阳水可以化五黄煞 所以呢 一时要喷到哪里去呢 稍微一丝一丝弄个碗 那阴阳水这样子 用手这样喷一喷就好 这样大家会嘛 好 那四个角落一定要喷 好不好 客厅的正中央要喷一下 那如果有人坐沙发 椅子都可以 另外的话呢 喷到门口去 好不好 那那些水不要太多 你就倒在门口就可以了 或者前阳台也可以 这样大家会了吗 这个就是让我们呢 除汇化煞 我们上半年的运气呢 不好的运气都会除掉 煞气也会化掉 好 那很多人说 那老师那个阴阳水怎么做 来 我教大家 冷水加热水 开的水加冷的水 好不好 一半一半 或者呢 热水少一点也可以 没有关系 因为方便手去弄嘛 那有些人说 那我喝阴阳水可以吗 当然可以啦 那我建议大家呢 就是说 那你要喝的话 就不能用冷水喔 就要用冷的 煮过的开水喔 你绝对不能用 那个叫阴阳水 好 除了阴阳水以外 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化煞吗 有喔 五地钱 好 五地钱要做什么呢 五地钱挂大门口两串 而且喔 葫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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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铜葫芦才有效 如果你是买那个布的喔 那是无效的 因为布喔 基本上喔 它没有能量 铜 今年是五取星嘛 五取化剂 然后加上年珍又输火 对不对 所以要铜葫芦才能够化煞 以前古代的皇帝呢 都是用铜呢 制作什么呢 制作那些兵器啊 对不对 你看我们的枪杆子 也都是用铜制作的喔 所以呢 基本上呢 铜葫芦它可以喔 而且要煎型的喔 那葫芦要煎型的喔 这圆形的喔 葫芦要上面要煎一点的 可以化上 好不好 所以呢 你门口要挂两串铜葫芦 那如果客厅的话呢 你不想挂其他东西 没有关系喔 没有关系 门口挂两串就可以了 好 那所以呢 今天呢 要跟大家讲解的就是说 除了呢 简易的方法以外呢 我会另外做节目喔 再教大家 怎么样招财 怎么样万运 我们要招政财 招偏财 让财神进家门 我们在下半年呢 就会呢 哇 心情很舒服 虽然在疫情嘛 大家还在拼经济嘛 对不对 所以呢 不要忘记了喔 香蕉 要吃香蕉 柠檬水 然后呢 然后呢 番茄 葡萄 巴勒 看到了没有 然后喝绿茶 喝红酒 那喝酒就是晚上绝对不能开车 下午喝酒也不能开车喔 喝酒不开车 开车不喝酒 好 那吃粽子的话呢 随心所欲 好不好 你想吃树粽啊 吃肉粽都可以 那我建议大家 尽量不要吃牛肉 看到那个牛 牛是很大的动物喔 以前古代呢 是不准杀牛的 为什么 因为牛要耕田 所以呢 也希望大家呢 尽量不要吃牛肉 美国人喜欢养牛 然后呢 都让牛呢 来耕田 现在中国人都用牛来耕田 所以像我们家以前呢 有很多田 都是请人来耕 我阿公那一带 所以我们家是不准吃牛肉的 那我是从小就不吃牛肉 好 那我想呢 端午节呢 大家都应该知道 要怎么样来趋吉避休 然后先怎么样开运 然后怎么招财 我会另外在办公室做节目给大家喔 今天这一集节目呢 先跟大家点到为止 明天就有新的节目给大家囉 谢谢大家 好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